很多車主新車一落地就會想要做甚麼保護方案 傳統來說很多人都會說 平時我去打納、洗車就足夠了 這個是保持車 怎樣才能保持好車呢 其實可以選擇補充 可以貼膜、PPF 亦都可以做現在最新的產品 SHP的一個治癒罪行膜 我今次就要講一講這三件事 比較詳細少少講多些細節 給大家知道究竟這三件事是甚麼 為何要講這三個方案給大家聽 其實你作為一個車主 首先要認識車 當然有很多客人 很多朋友都是這樣 駕駛就可以了 但當你想很疼愛車 找到一個夢想 或者你說這部車我怎樣都想 持久一點 讓它好保持一點 每個人都想 你要認識車 你要懂得保持車 命稱它的情況是盡量好一點 因為車一落地 一定是損耗 每樣產品都是 包括了你的手錶 你的手機都是 你怎樣保持它 這個是最難的 但每個人的情況都不同 所以我以下來講的這些產品 是可以好好地盡量幫你保持車 而不是說 我可以做完它之後 就可以不懶去保持車 不是的 是只可以令你部車盡量持久一點 令它靚仔一點 令可以令你容易打理 這裏是一個很廣義的詞語 很廣泛使用的詞語 裡面有很多種不同的化學物質 亦都可以形成coating 其中在車質上面的coating 大多數是屬於ceramic coating 它們可以用易結晶 形成一個比較硬的 很薄的一層 它可以幫你做什麼 其實coating是標榜易清潔 易結鑊有 手機有 手錶都可能有 眼鏡都有 易清潔 不是說它一定很線水 線水是因為它要礦污才令它比較線水 其實剛才說過它是硬的 它有多硬呢 就是我們經常說它有多少H 你說它有多少H H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圓筆的單位 那個 unit H 這一個圓筆的硬度 其實實際上 即是說它不是超硬 它可以幫你抗污 幫你抵擋了上面很多污漬 令它可以不留一些污染在上面 很容易打理 但是如果你的硬度 超出它的硬度的話 都會把那些花痕重新去整花它 即是花了到coating 如果你說再硬一點的東西 穿了它的厚度 已經可以落車漆 多少硬度才可以穿到coating 令它花的話 其實基本上指甲是硬過圓筆的 其實指甲掛下去的話 已經可以掛花的coating 再大一點鑽下去 將你的鑽鑽下去 直接就可以連coating都穿上 直接花落車漆 所以其實coating要留意 一定要是一個適當的 保持車手段 洗車手段去做 如果你是會被停車場 找人去抹車的話 其實抹車手段已經是比較相車 因為先講coating 抹車的手段 在coating上面 如果你沒有先將上面的泥塵 硬的東西清走 你這樣抹下去 用水這樣倒進去就抹 其實是可以重新淨化你整架車 不只是coating 你最好的方法是甚麼呢 人手落泡 因為泡也可以去污 亦可以令到它有一個潤滑的效果 其實你的手套都有泡沫 令到它可以容易清潔 其實這樣保持車手段 才是最好的 第二件事就是PPF PPF已經是一個很流行的車漆保護方案 它全名就是Pink Protection Frame 就是用來保護你一個Pink的一個 保護膜 所以它其實是一塊實體的膜 它亦比這個coating厚很多 厚多少呢 馬上關節會告訴你 如果我們把膜貼上去之後 我就令到車輯最大保護 保護到甚麼呢 石仔 我平時有人 鎖匙刮過 鎖匙刮過 我平時也說 如果不要坐 我會敲到牆壁 可以嗎 大部分都可以 你輕量敲到牆壁 如果真的不要坐地 最受重擊的位 可能真的會超出膜的限制 但膜其實它也有延伸性 下面也有些膠水 就算我敲到這麼大的範圍 其實實際上 可能只有一個Pink 是最重擊的 可能真的會有時間 但是很少 不至於說又要再噴 但是如果我說不貼的話 我整隻手掌 鎖匙刮到這麼多 就是這麼多 所有車輯的厚度 都不是特別厚 你鎖匙刮它 它就會磨落 會穿 你貼PPF 就等於簡單說 將你的車包成保鮮紙 不過是一塊很強勁的保鮮紙 令到它可以擋到實際上 一些物理性的撞擊 亦都是令到你的車 其實你說難不難打你 它是膜來的 難不難打你 你要先理解為它是為了保護你的車 打你怎樣去保護這件事 都是要靠你自己的 不是貼了膜也不用洗車 但是它的好處就是它不同 它始終可以抹上去 我滑了這番狠 真的用來它自己會修復 靠熱力 那便對 我便可以照洗車 不用太怕 說我會弄花一部車 我可以真的 平時抹下去都可以 要不需要下泡 都一定要用正常的手段去洗車 不過可以用清水 洗多些都不會太傷車 其實每輛車都應該保持清潔 我們做了PPF 其實我們都會塗一些專用的塗層上去 即是會塗上去 即是將兩者結合 當塗上去之後 亦都會保護膜面 因為膜用來一樣 你抹下去 可能會流出水積 又要再抹 是正常的 我們加塗之後 令到它擴污能力高了 令到汽水珠 你亦都好像一輛塗車一樣 你都可以這樣放下去 保護已經可以令到它 水已經吸光了 而清潔 到SHP SHP簡單概括 告訴你 其實它是 between PPF 和塗上去 為何這樣說 它的傳名是 Self-Heal Polymer 即是一個自我預合的聚合物 它是塗上去的 所以嚴格來說 廣義來說它是塗上去的 因為它塗上去的 塗上去的 但它又懂得自我修復 即是它亦都有PPF的部分功能 甚麼是部分功能 它是靠油熱力 即是這樣 靠油熱力 它會慢慢變回超流體 然後它便會平整 至於以前的coating 做不到這件事 因為它已經硬了 當你戒上去便會戒上去 花了便會花了 當然你挑出它的厚度 它便會花到車窗 你不要理會了 但正常我們使用車窗的手段 都可以的 都可以擋到 都可以自我修復 原因是它厚過 coating都有一定的倍數 你看到其實它是要這麼多支東西 塗在一起才會變成一個HP 自我餘盒的罪行膜 它實際上可不可以像PPF那樣 這麼密理性質 擋到一些大的損耗 都是不行的 即是中石仔都是中石仔的 但很輕量的砂石都可以擋到 原因是因為甚麼呢 它都厚過coating 厚度來說簡單講一下 其實厚度 先拿去棉 厚度你看到 這裏就有一個海綿 那個 叫甚麼 拆硬的東西 這麼多 這一個就是coating 厚度 這一個就是PPF 其實PPF應該更厚 但如果你說在HP來說 它介乎在這個位置 厚度大概是5至15倍 其實已經幫你擋到很多了 這個厚度 因為它這麼厚的情況下 我平時的花痕 因為它很硬 跟coating一樣 它也有硬度 不會這麼容易 我就可以弄穿它 但如果你這麼幸運 真是被撞到 當然是不及一塊 200倍厚的PPF 保護那麼強 如果你說清潔它 難不難 其實反而它最好清潔 它都有coating的特點 因為它雖然不是標榜線水 標榜自我收復 但它都有coating的基本能力 我們上面也是比較容易清潔 但加上我coating是怕什麼 我怕我抹花的車 我怕太大力弄到coating 雖然硬 像玻璃一樣 我都會弄它 但我有PPF的能力 可以自我收復 那我不是抹 我抹車 其實大家都知道 我一輛紅色的Tesla Moto Y 我另一輛車是SHP 其實三種產品 我都一定是用過的 但其實最容易打理 反過來 你說這個可以 不是 拿錯了 PPF你就可以擦它 又可以當石頭最好 但你說coating 又不可以擦它 我怕花 相反 剛剛好 SHP就幫到我 我又可以行使 雖然我每個星期都會洗車 但是我都不想 每次都要呵護它 慢慢地擦它 有些積都要擦一下 事實 我有些位置要大力一點 我不用遷就 SHP又幫到這個 它有PPF功能 其實三種物料來說 它真的挺容易打理 只要配合它適當的洗車型 再加上它們要用它的Detailer 其實很多廠都有出Detailer 用它最專屬的Detailer 就很好 甚至乎 它也有出一些 Winseless Car Wash 是甚麼呢 其實真的 我把洗車液到洪水 拿上去擦擦擦 之後 水都不過便擦乾它 它都配得不錯 令到我都可以很容易入行車 聽下去 都好像是PPF最棒 因為又厚 又可以擋 插到牆也不用怕 少量插到都可以 所以說我不要擦到車7 不用搞那麼多損耗 都是的 但有些客人 很有趣 有些案例 我們接過個案 就是它是一輛價值不揮的車 它們跟我們說 我想做Coding 當時是 當年是否有SHB出現 我說做Coding 不如你做PPF 始終很多同等車款的車主都說做PPF 為甚麼理由不選擇PPF 諸如此類 它的答案非常獨度 應該是它自己 很了解自己的期望 就是PPF 真的是一塊貼上去 它就是覺得有一塊貼上去 就是覺得不是原生車室的感覺 每人的看法不同 其實貼上去真的可能完全看不出 但它說不行 我打到門都看到一條邊在裡面 所以最終它就選擇Coding 它能理解到 那種車子當然是種車子 這就是作為每一個車主 你的期望 其實可以跟我們查詢多點 要解多點 因為我要說一下 如果PPF我真的貼上去之後 在一些位置 例如在一些很小的邊位 每一個部件之間 通常每一輛車都是 這兩個部件 即是沙板泵把 沙板泵把 這個部件都是貼得很近 其實很多車都很容易做 但譬如說 有些車它真的做得很近 你出去動的時候 我們就算把邊收到很近 也好 它已經有些彈性動動 也好 都可能將好部分 例如說我半厘米的位置 一厘米的位置 就會推起少少 久了你就會看到有少少層邊 所以一開始切開就可以了 我們都想盡量 不要一開始就會看到有些邊 或者整條都會 第二天有一條很微細的層邊 我們就盡量去做到最日為止 但如果你還未能夠 去接受或者了解到 原來PPF是純粹一種保護方案 而去為了美觀度 而去超過保護性能的話 其實PPF對你 你會比較沒有那麼開心 因為我玩車就開心 我自己第二部車 我自己做HHP 就是我就是知道會中石仔 沒有所謂 我可以 所以我就做HHP 不用做到PPF 剛才說的客人 其實他當年是HHP未出現 他選擇的方案很少 只剩下PPF 但中間已經有了這個產品出現 其實是適合了很多保護車情況 因為是香港的 不要計算全世界 其實我們要拍在室內場 也好室外也好 可能我要怎樣洗車 又被人洗車 沒有時間洗車 沒有地方也好 甚麼都有 還有阿爾大地區經常下雨 其實保護車來說 真的挺難 可能外國人會覺得輕鬆些 有些可能亂來 保護車 有些可能很嚴謹 回到自己的家庭 可以自己慢慢鬥 都是很輕鬆 但香港你就難了 如果你說做了HHP的話 其實在一些路天環境 其實他都可以抵擋到很多風箱 應該這樣說 因為我們在表面 其實他的抗污性能都是很高 加上他有自我修復的能力 除了你當不到一些實際 物理性效果之外 的撞擊之外 你的保護車基本上就是這樣 你用一個濕布去揉他都可以 這個情況就正正可以 能夠滿足不同的客人的需要 你保護車狀況 你自己會不會去打理這個問題 也是很多人糾結的 三種產品各有優點各有缺點 這些都是你要自己去考慮 所以最重要的是要洗車 你要去保護車就一定要洗車 如果你是完全為了做所有方案 都為了我可以懶點不去洗車的話 其實你是甚至這樣說 妄想地去得到車可以很漂亮 要不就不斷做這些美容服務 其實對車來說 我都覺得沒甚麼意思 你要花大量金錢去做 如果你拍室外的話 這三種方案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選擇是絕對OK的 因為這三種方案 你只要有固定頻率洗車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拍室外 這三種方案都有不同的洗車策略 你的頻率自己都要調節一下 如果你自己洗車的話 沒有一樣是完美 在一個美容業界來說 其實你見到 由Colding演化到有PPF 再有HP出現 實際上業界都在不斷推進這件事 這些情況亦是說 我們出了很多技術 令到大家去保護車更加容易 去做得好這件事 不用說我每樣產品都要 每天我又浪費了錢 其實不是浪費了錢 你要明白每樣東西在進步 你保護車自己都要進步 不斷去洗車